日本超人气艺人木村拓哉最近来到上海了 从已28年他作品不断人气不减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他到底魅力何在 因为热爱冲浪运动 亮相镜头前的木村拓哉肤色又黑 而他坚持不图防晒商的理由就是 防晒商也会污染海洋环境 这个日本艺人倔强地让人有点肃然起敬 当年木村拓哉的广告海报都要由警卫看守 以防一经贴出便会被剧迷撕走 虽然脸上的勾勾赫赫显示木村不再年轻 不过这个老资格的日本艺人依然注重所有的细节 对待每个问题都必须先思考后回答 看到工作人员蹲着举话筒太累 赶紧自己一把拿过所有的话筒 木村拓哉的清河作风由来已久 23岁那年出演电影《爱与梦飞行时》 由于群众演员老是忘记台词 他连续重拍了九次吃便当的镜头 连导演都看出木村快要吃撑了 可他却是一导演不要责难其他演员 难怪导演们评价木村说 长得好只是木村拓哉诸多优点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 2000年日本的航空业急不景气 而木村主演的电视剧《空中情缘》播出后 日本各大航空公司收到大量求职信 连带着股票大涨 而2004年当穿上冰刀的木村演绎 《冰球想王子》之后 日本的冰球观众数量猛增了三倍多 越勤奋越幸运 木村拓哉多年来的工作习惯是 台词必须在家里备好 电视剧《变革》里 木村拓哉有一个长达22分钟 总共满满15页台词的演讲长镜头 创造了日剧史上最长单镜头的记录 而他准备了两天一次通过 今週末です と言われて 確か水曜日あたりで 金曜日あたりに そうですね 30分弱ぐらいの脚本が手元に届いて これを週末お願いします という形で 2日間ぐらいで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004年 木村拓哉受到王家衛导演的邀请 出演2046 然而王家衛是电影导演里出了名的 无剧本 无套路 无头绪 这种作风一度让严谨的木村拓哉无所适从 好在同剧组的梁超伟一直帮助木村 适应王家衛导的三无作风 这段同族时光一直让木村念念不忘 作为一个演员 木村拓哉的成绩足以让同行嫉妒 也许是运气太好 在日本电视剧史上收视前十的剧中 木村拓哉主演了其中六部 而在仅有的五部收视率超过30%的作品里 木村一个人就独占四席 好演员不少 但是运气好成木村拓哉这样的实属罕见 我是木村拓哉 记者刘冲上海采访不到 好演员不少